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港暗影 天望栏目即将播出 2018年10月14日晚上23点整 浙江省州山市沈家门派出所的民警卢州 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我第一反应就是你怎么知道 我又没跟你说 我当时也吃了一惊了 这个前期秘密偵察了 首先要做到的是保密 绝对的保密 突然而来的电话让民警卢州吃了一惊 难道自己被发现了 他环顾四周 周边一片寂静 此时电话里再次传出了声音 今天晚上有才靠把头 你可以去看看 那我当时也觉得 应该他是不知道 他是猜的 好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了 卢州松了一口气 说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这位打来电话的人 他此刻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前一天的上午 民警卢州才刚刚见过这位来电人 他自称是一名热心群众 来派出所举报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水彩码头 有人收购海贵 他说了是有好几个团伙 在我们那个省家们的 咒鱼公司码头 中砂头 当有船来的时候 他们都会在半夜的时候 去那个码头上面收海贵 别看卢州从小生活在舟山 可他也仅在动物园 或者电视上看见过海贵 我在这边工作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正儿八经地看到过海贵的样子 怎么会有人卖海贵呢 他说了 他们都是很隐蔽地触动的 其实他们平时都是卖鱼 收鱼的这些人 就是做出这些海贵的生意 实际上 舟山群岛海洋资源非常丰富 岛内的渔民出海捕鱼时 会经常遇到海龟 有大量的渔民 从事海上捕鱼的工作 他们会误扑到一些海龟 大部分的渔民回家海龟 及时地发生大海 但也有少部分的渔民 受到利益的驱动 把一些误扑的海龟 贩卖给不法讽刺 海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任何收受运输贩卖活动 都属于违法行为 尽管举报人 并不清楚贩卖人员的详细情况 但仅这个线索 就已让普陀公安分局 十分重视 公安局立即协调部署 侦办此案 如果这中间 真的有一条 非法的利益点存在 我们公安机关 必加加机打断 眼下 卢州就是贩卖海龟案件的 侦办民警之一 来码头遁守之前 他已经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在周山本地的渔船中 有一种船叫雷达网船 他使用的渔网 有可能会捕到海龟 他那个网眼比较大 而且他伸到海底的时候 众生比较深了 他可能 那鱼游进的时候 海龟会这样会游进来 按照他这种捕鱼作业的规律 他是每半个月回来一次 然后靠岸靠三到四天就回去了 卢州看了一下时间 几分钟后 就会有一艘雷达网船捕鱼归来 而收购海龟的嫌疑人 也极有可能出现 举报人也说过了 他们要卖就是当船一看的时候 就卖掉 时至深夜 码头上一片寂静 不远处出现了一名女子 这个人引起了卢州的注意 我们发现有一个女的在那边走来走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 晚上的话又不会来收获的 现在这个时间的话这么早 这个女的是来干什么 所以就那个重点先关注这个 民警之所以会怀疑这名女子 是因为雷达网船一般会深夜靠岸 在凌晨四五点时 才会开始渔货交易 而那些违法收购海龟的人不同 他们会在船刚刚到岸时 就立即交易 所以在卢州看来 此时出现的这名女子非常可疑 他一直在那个时不时地看着我 而且是我当时也很注意到 只要我一转这个角度 他就会把这个身子测到 能够直接看到我的这个角度来 远处 随着阵阵喧哗 出海以半个月的渔船终于靠岸了 民警注意到 渔民们忙着整理渔网缆绳 而那名女子 这时已悄然出现在船舰旁 正与船员说着什么 这个女的就是背了一个小胯包 手上拿着小本子 就是那个手上拿着的 不一会儿 船员开始将一些渔货卸在下船 民警发现 从船上卸在下来的货物 竟然用一种深绿色的编织袋 套得严严实实 这却有些奇怪了 我们这边主要海鲜是用 那个香式的鱼香 鱼板香进行装卸的 草勘式的在这个交易的 他们那些货物呢 基本上都是装在一些密封的麻袋里 然后在运输的处处呢 又是另外的用那个帆布 进行遮挡 民警之所以感到奇怪 是因为雷达网船都是在近海捕鱼 而近海所能捕到的海产品体型较小 根本就没有大道要用编织袋来装运的 而且看上去 他们装载的货物非常沉重 竟需要两个成年男子共同搬运 用到一两百斤的货物的这种大麻袋进行装的 也比较符合这个很大海归这种体型 民警敏锐地察觉出 网袋中的货物并不普通 这时远处驶来一辆平板三轮车 船员们开始将套着编织袋的货物 往平板车上搬运 突然 卢舟看到了一个敞着口的编织袋 里面装的货物着实让他吃了一惊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海归竟是这样的情形 卢舟的心里许久没有恢复平静 暗影出现在海港的夜幕之下 民警看到的神秘货品究竟为何物 侦查 非法交易再次进行 可疑车辆却已然逃离 海港暗影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8年10月14日晚 浙江省舟山市沈家门派出所的民警 在码头上执行侦查任务时 亲眼目睹了一起非法交易 先是一名女子主动与船员攀谈 紧接着套着编织袋的沉重货物 就被人搬到了平板车上 随后民警从一个敞口的编织袋里 看到了一只一百多斤的大海龟 显然船员也知道 收受海龟是违法的 为避免惊动对方 卢州主动上前与船员打听渔货价格 同时他还留意到 装有海龟的平板车马上就要离开了 心里不免有些着急 看到这种场合在公然这种卖野生动物了 不免有些激动我就想 我就跟我同事商量 一小不要抓了 动了 就按照这个 因为当时的话 有物证还有船上 这么好的条件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去抓 然后我同事就说再看看 再看看 民警们迅速分析了眼前的状况 船员和女嫌疑人刚才进行了非法交易 但是女嫌疑人收购的海龟最后转手给谁 他有几个同伙 从行为上看 他们绝非第一次收受国家珍稀保护动物 如果现在收网 这些后续的调查显然就要断掉了 我觉得为大局着想 我不能成一式冲动 那时候惊慑了 我们就在那边等着 果然还不到一分钟 那辆车就回来 当时我跟我同事交流了一下 我说这个放海贵的弟弟绝对不会远 就在这个码头 紧接着 离开的平板车快速地返回来 又再次拉货 民警猜测 刚才送走的海龟 一定被藏在了码头的另一个地方 而这时 可疑女子也消失了 这意味着交易结束了 真的不见了 我都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那看看码头上面也没有新的船来了 我们打算就是离开之前 去找找那个地方 到底在 那个放海贵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民警们离开海岸 来到码头上卸货的区域 靠近西侧 马路边的一辆货车里 闪烁着红色的光点 有一辆小货底 而且那个有一个香烟在抽的 那我们去派对这个车里面 应该是有人的 整个码头就只有这一辆货车 还开着引擎 显然 这辆车十分可疑 极有可能就是装运海龟的车辆 民警记下了车号 几十分钟后 这辆货车就驶出了码头 后面那个车抖拉 装满货物的 装满货物 但是它用一个很厚的一个大盆盖住的 看不到是那个 是那个什么东西 所以这辆车的可疑性就更加大了 民警跟了上去 然而 嫌疑车辆根本不遵守交通规则 这让跟踪的民警十分头疼 它行之很诡异的 它会 居然会在那个主车道里面逆行 然后那个逆行大概四五十米 弯到一个小路下面 因为我们逆行不敢来 我怕他们再给我们吃套路 然后看那辆车逆行之后 进入一个小路口 然后那个进去 进去之后 后来也没出来 第二天上午 沈家门派出所的民警 根据摸牌走访进一步查明 昨晚 在码头收购海归的女嫌疑人 姓杨 安徽省人 她主要负责收购海归 联系运输及售卖 是码头上收购海归的主要嫌疑人 杨某这个案子的主犯 就是对整个案件 这个当中起主要作用的 经过调查 前一天的晚上 民警跟丢的那辆小货车的驾驶员 也是杨某团伙的成员 因为那辆货车最后消失的地点 在卢花村路口附近 民警又前往卢花村实地调查 从双塘路 往卢花村去的那条路上 左边是一片蔬菜大棚 右边是一片空地 前方还有一小片湖泊 嫌疑车辆是否就隐藏在这里 我们当时也考虑到 能否根据那个车轮的轨迹 来判断那辆车的行进方向 它是失败的 虽然说头一天晚上下了小雨 但是它那个路还是比较硬的 然后根据车轮判断 无法判断那辆车到底是去了哪里 然后也没有发现周围 跟有疑似这种堆积 这种海归的仓库 大型的仓库什么 也都没有发现 民警对蔬菜大棚区 进行了走访和摸牌 但没有发现被隐藏的海归 杨某团伙能将海归藏到哪里呢 民警一时间无从寻找 我们始终就是找不到 那个藏匿海归的地点 之后嫌疑人杨某似乎有所察觉 码头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身影 民警一方面继续调查 杨某运货的车辆 另一方面也开始在码头上 查找更多的案件线索 果然走访过程中 民警获知了一个消息 经常来收购海归的 除了杨某之外 还有一个开皮卡车 头发不多的男子 交易活动也很频繁 人家就叫他大勇大勇 这个人他说是很小心的 你们基本上是那个 找不到他在哪里 继续调查 民警获知 被人们叫做大勇的男子姓沈 此人十分谨慎小心 民警侦查了很久 这才发现了沈某的皮卡车 但是除了皮卡之外 他还有一辆车 一辆乡试货车 发现他在2016年的时候 确实购买过一辆乡试大货车 但是这辆大货车呢 很久没开了 没有再出过打 就是说没再做生意 做愚货生意的沈某 为什么要将乡试货车 一直搁置着不用 除了正常生意之外 他买车的目的 是否另有所图呢 暗影出现在海港的夜幕之下 侦查中 嫌疑人表面上一片平静 一次偶遇 两名男子仓皇而逃 被隐藏的货车 究竟有哪些秘密 海港暗影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8年10月 浙江省舟山市 沈家门派出所的民警 发现了另一名 疑似非法收购海归的人 沈某 然而在调查期间 沈某并没有发生 非法收购的行为 但是沈某也有一个 奇怪的举动 让民警颇为费解 他每天下午 都会开着皮卡车 去一次东港 那个地方 人际罕至相当偏偏 他要去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到那一片 去搜寻 去寻找 走 下去看看 2018年10月16日的下午 民警前往东港调查时 发现 沈某的皮卡车 停在了一个工地旁边 很长时间了 这台车始终一动不动 民警决定上前看看 车上由于有两个人 看到一个是光头 那就确定 实际上就是沈某本人了 民警靠近车辆时 沈某坐在副驾驶座上 一脸严肃地看着民警 除了沈某 他旁边的司机 显得也十分紧张 民警刚想要开口说话 谁知 驾驶员突然一踩油门 车一下子开走了 我们刚准备上去问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开口 他车上的驾驶员 立马就发动辞职 就跑 好似惊弓之鸟 沈某如此反常的举动 让民警也十分意外 民警穿着便衣 并没暴露身份 面对陌生人 沈某二人为何会如此紧张 他会在干什么呢 肯定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沈某二人的古怪 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难道他的车上藏有海龟 当天下午 民警在东港采石场后面的一条路上 意外发现了沈某的乡市货车 他就是那个沈某的车 就是停着的 当时那辆车上我们还故意车子绕了几圈 去张刚看看车上有没有人 发现绕了两圈 发现车上没有人 车上没有人吗 难道我们胆子就更胆了 就走过去看了一下 出乎民警意料 沈某的乡市货车竟然停在这里 这辆车会不会就是沈某 每天来东港的原因呢 他那个车厢都是用锁锁起来的 发现这辆车跟其他的一些货车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民警发现这辆车的表面没有灰尘 一点也不像搁置了两年的状态 特别是车轮附近的排水管 让民警眼前一亮 我们发现这辆车的那个漏水管在滴水 他当时水滴得很慢 就是那个有点滴的迹象 然后我上去一看 他把这个阀门给关住了 他故意把这个阀门给关 所以水滴得很慢 然后我阀门稍微一开 那水就一滴一滴一滴 就会滴下来了 乡市货车的车轮旁 有一根排水管与车厢相连通 在沿海地区 乡市货车通常是用来运输海鲜的 为了保鲜 存放海鲜时 需放置一些冰块 这根排水管 就是排放冰块溶水用的 此刻 民警关注的是 沈某乡市货车的排水管 是一直在出水的 所以我们当时盘在这里面 肯定是有东西 那我觉得石油八九里面 就是海贵了 车厢门被锁得紧紧的 民警无法看清里面的货物 那么要不要立即将车厢打开 查看清楚 那我们当时先把 要不要把这个扣下来 那后一出现什么 如果扣下来之后 如果它 追不成这个东西是它的 那我们怎么办 那相当于白扣了一个东西 而且会引起打扫惊识 可能很多人都抓不到 所以我们就是 对那辆车采取 采取那个布控之后 就是先让它放在那里 自打发现了 沈某的乡市货车之后 对这辆车的行踪 民警就来了个 严防死守 如果有海贵 肯定会来里面再抓 所以在那个时候 抓那个现行 2018年10月17日 自从这一批雷达网船靠岸 已经有三天了 今晚 这批渔船即将再次出海捕鱼 渔船的离开 也意味着杨某和沈某 本次的海归收购活动 也结束了 下一步 他们又会怎么做呢 杨某和沈某会把收购来的海归 都是运出去卖掉 因为他们就两三天 肯定是到了收完之后 再统一把货发出去的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它是运到什么地方去的 目前 杨某藏货的地点还未能查明 而沈某同样是行事谨慎 行踪不定 一旦他们偷偷将海归运走 整个案件的侦破 将会变得十分被动 因此 专案组决定 立即对杨某神某团伙 实施收网行动 当时定的方案同时抓 我们那个研究路线分析之后 就是第一个 首先是在那个芦花那个地方 就在那个点 它进去之后 什么时候出来 那出来肯定是 如果要装出去 那肯定是或装满的 所以就在 就在那个点进去抓捕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在那个 沈某的那辆大货车 那个地方旁边那个布孔 抓那个线形 2018年10月17日晚上22点 通过监控卡口 民警发现 嫌疑人杨某的小货车 出现在了炉花道口附近 民警立即追了上去 民警发现 小货车的前面 还有一辆货车 而这辆货车上的人 似乎也是杨某的同伙 前面一辆面包车 带入后面一辆小货车 满满地装着 后面是一车户 跟我们头一天 晚上在那个 它消失在那个地方的 那个车上 那个包装的样子 还有那个打包的样子 都是一样的 都是满满地 用那种绳子绑好的 后面有一个大蓬布盖着的 前面还有一辆面包车 在前面跟着 民警一路跟随小货车 在到达一个三叉路口时 前面的两辆车 突然开往了方向 不同的两条道路 紧接着 两辆车同时停了下来 那两辆车都 突然间都停住了 我们当时就怀疑 就觉得会不会暴露了 我们车也没动了 就这样僵持 僵持的几秒钟之后 这个感觉不对 突然 前方的货车上冲下一个人 这边 四名民警 几乎同时冲了出去 最终 民警将货车 连同两名嫌疑人 抓捕归案 但是 停在另一条路上的货车 却趁机逃走了 我们就抓了两个人 抓的一个是货车司机 还有就是一个运输的搬运工 然后我就马上联系我们 属里面的机动力量 立刻对杨某司机转 做什么东西 当晚零点左右 抓捕小组 在杨某家里 将杨某抓获 民警在杨某的小货车里 看到了他们收购来的大海龟 这些被称之为 海洋精灵的动物 此刻 以冰冷而僵硬 与此同时 抓捕沈某的行动小组 却一直没有等到 沈某的出现 第二个抓捕组 在那边守了好几个小时 沈某始终都没有出现 我们经过侦查之后 发现它是在西码头 西码头就是距离 我们大概有三四公里吧 我们到了那边 这车子也是消失不见 我们就是分析的 当时更丢了 2018年10月18日 杨某团伙的主要嫌疑人到案 而沈某则将自己 彻底隐藏了起来 民警清炼杨某非法收购的海龟 总共21只 海洋专家也对这些海龟 进行了鉴定 大多是西龟 绿头龟等 每只的重量 大约在75至100公斤左右 暗影出现在海港的夜幕之下 收网行动 使团伙成员一一落网 梳理案情 神秘下陷 露出真容 编织带中 运输车上 一只只海洋精灵 使他们利欲熏心的罪证 海港暗影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8年10月18日 浙江省周山市沈家门派出所 抓获了非法收受海龟的杨某团伙 而以沈某为首的另一个团伙 却未能抓捕归案 专案组疏离案情 明确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除此之外 嫌疑人杨某到案后 拒不交代任何情况 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因为有这样一起野生动物相关的案件 而且扣押的数量还是相当多的 我们就及时跟我们普陀人民检察院 进行了汇报之后 他们也是提前介入 来引导我们取证方面 还有那个侦查方面 第二天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 与专案组一起研讨了案情 很快对侦查取证工作 形成了共识 与此同时 侦办民警在梳理杨某的社会关系 和资金状况时 又查出了一名可疑人员 广东的林某 民警发现 每次收购海归钱后 杨某和林某的联络就异常频繁 而且两人还有经济往来 根据他的一些平常的资金流向之类 我们发现 他跟这个林某这个人 存在一些大额的转账 而且都是半个月这样一次的转账记录 所以这个林某是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杨某的海归的收购人 自从所定了杨某的买家 是广东省的林某之后 接下来对神某团伙的侦查 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8年10月26日 一直在东港敦守的侦查员发现 有人在神某的乡市货车附近 来回活动 民警侦查发现 科医人员正是神某 他鬼鬼祟祟的在周边徘徊了许久 就在神某准备打开车门的一刹那 民警将其抓获 当晚民警对神某的相视货车 进行了搜查 里面密密麻麻 对着好几层用绿色编织带装着的海归 发现车厢里的海归全都是死掉的 点了下数量足足有107头 107头海归 自此 以杨某 沈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 以及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两次行动 共查扣128只海归 涉及金额高达600多万 面对审讯 沈某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 经过审讯 这个沈某是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包括他的海归运往什么地方卖给谁 我们发现沈某跟杨某居然都是卖给林某的 卖给广州的同一个人 侦查发现 杨沈两个团伙将海归出售给了嫌疑人林某 而林某在所居住的地区 开了一家海鲜加工的作坊 明面上他以加工海鲜为主 但私下里他却一直从全国各地大量收购海归 他主要就是取其他的一些重要的部位 然后卖到一些地下的市场来谋取暴力 民警在广东抓捕了林某 据林某供述 自己收购海归 是因为从海归身上可获取一种在当地被称为药引的东西 以此来谋取利益 民警通过调查和审讯了解到 沈某杨某从船员那里 以每只两三千元的价格收购海归 再以每只五千元的价格卖给广东的林某 而林某经过加工在以九千元的价格卖出 最终他从一只海归身上获利约四千元左右 据民警了解 海归的寿命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左右 可嫌疑人却为了谋取暴力 就终止了他的生命 海归是宾威动物 目前全球现存的 有棱皮归 红头归 戴帽等七个品种 而在我国水域 能够发现的有五种海归 它们都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 所有对于海归的抓捕 购买 出售 运输 持有和使用 都是违法行为 令人心痛的是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 海归非法贸易依然暗中存在 随后 民警又对非法捕捞和像杨神两个团伙 出售海归的其余十多名嫌疑人 也进行了抓捕 在他们当中 有不少人原本是误补到了海归 海归死了 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程序 将海归上交给有关部门 而是转手卖了出去 这样的行为同样触犯了法律 在这里 我们公安机关提醒国大渔民 在渔业生产过程中 误补到海归 请及时对海归进行放声 保护海洋 保护海洋中的活化石 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2018年底 两起贩卖销售海归案成功告破 它有力地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 面对本案收获的全部128只保护动物 所有人都感到惋惜 爱护自然 保护动物 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然后再次贩卖销售海归